好,大家中午好,我是古爱秀禅 那么这个视频呢,咱们重点对于氢能源再度解读 那么氢能源还有没有潜力 以及呢,像当前雪人股份能否三百定龙 每几能源能否成为中军 咱们呢,来做综合性的技术讲解 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整个氢能源板块指数 那么氢能源板块指数的话呢 其实它对应的一个走法还属于这样的一个鞋向上的结构当中 那么呢,它是在114片军烟上方运行 前面的话呢,爆量 那么这两天消息面的一个刺激下呢 量能也有所明显的增加 那么今天半日的量能对应的 它已经达到了昨天的五分之四的样子 那么结合今天下午盘 那么今天氢能源整体的量能是 应大概率是持余放大的 好,这是其一 其二的话呢,在这一天 周二的时间呢,氢能源全体高潮 高潮之后呢,当时给大家的观点就属于 高潮之后必有分化 然后呢,上演淘汰赛 就是像前排的掌停摆的个股呢 有的会晋级 有的呢,会被打下来 那么昨天经过淘汰赛之后呢 那么像今天再度分化 但是我们会发现分化的时候呢 它的量能资金承接其实还可以的 就说呢,它只要不出现这样的一个 持余缩量 其实呢,整个板块的这样的人气 它就不善 这是从资金的一个角度 那么呢,对于整个氢能源 个人的一个观察视角的话呢 它还有可能在继续炒作 但是它能不能走出更高的空间 核心点的话呢,取决于有没有龙头带 火车跑得快不快 要看火车头来带 就是说呢,板块当中炒作的一个逻辑当中 首先要看它的资金有没有消散 第二呢,看它有没有形成风向标 第三呢,风向标有没有持续性 然后呢,后面能不能出现涨停梯队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个股 好,那么像氢能源板块里面的话呢 我们会发现,因为咱们前面讲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标的 点评的时候呢,讲到像雪人股份 它是有机会成为龙头的 那么呢,当前我们来看 现在还剩的几只涨停板当中 像金城股份呢 它是属于 目前呢,还属于手板 反包的做法 好,星天绿能呢 它本来是碳中和 冰化股份的话呢 它对应的今天是属于这样的一个手板的一个走法 好,手板的话呢 对应的下方呢 有这样的一个筹码 风 那么呢,在这样的节点呢 它也是爆料 那么像这样的个股的话呢 看看它今天能不能封得住 好 然后呢,像雪人股份的话呢 它是唯一的一个三连板 那么,意思说呢 当前氢能源的龙头雪人股份 它基本上已经确立 只不过呢 这样的一个龙头 它能不能走出持续性 能不能三板定龙 三板之后呢 成一样 这一块呢 还需要耐心观察 但是它又有它自身的优势 这个优势的话呢 前面它是属于这样的一个 我们来看 所以呢 长周位置不高 这是其一 其二的话呢 它属于长周期的这样的一个调整下跌通道 然后呢 借助这样的一个消息面 同时的话呢 它 好 借助这样的一个消息面的话呢 直接以这种 点板的方式上行 点板上行之后呢 把这样的一个筹码区域 拉开距离 行为 成为它强有力的支撑 那么像当前的话呢 好 这一天呢 是属于苗板 第二天呢 属于一次板 今天的话呢 是属于这样的一个换手板 就属于呢 哎 涨停开板 然后呢 涨停开板之后呢 又快速回风 它属于这样的一个换手 换手的话呢 今天爆量 爆量对于这样的一个个股的一个表达 那么接下来呢 终点观察的一个节点是什么呢 已经成为三板 那么像对于三板之前 可以借助于技术 或者是借助于消息的一个提论 三板之后的话呢 纯粹靠的是人气和情绪 如果说整个油资的情绪 对这个方向的认同度高 那么它就有可能成为 从三到四到五 这样的一个走法 好 那么呢 当前在从筹码的一个维图来讲 好 在今天 它是有这样的一个资金换手 体现在筹码的话呢 那么今天形成一个小的筹码风 那么后面的一个筹码的话呢 如果说它能够继续往上 呈现的是一种上涨多风的一种 态势 它就有可能会多延续 好 这是雪人股份 那么重点的话呢 还要看整个板块的 就是呢 如果说整个板块 它的资金 它的人气不善 那么呢 它也有助于龙头持续走强 反过来龙头的 如果说能够持续晋级 从三板到四板 四板到五板 五板到六板 这样的一个发展 那么它又有倒过来 反推整个板块的一个人气的提升 以及炒作的延续 所以说呢 可以把雪人股份呢 当成当前的这样哪个 氢能源的风向标去看 咱们也是在 周二的时候呢 给它去 这样去讲道过 那么我们重点再来看呢 像美景能源 当时呢 咱们给它讲美景能源呢 它有可能 发展成为这个方向的中军 那么呢 涨停过之后 第二天呢 是属于高开低走 今天呢 是属于这样的 目前位置是弱反暴 好 那么对于为什么说是什么是中军呢 中军往往它的盘指的是 这个板块当中 它的盘子呢 比较大 同时的话呢 它的一个标出度比较高 历史上是有这样的一个人气在 那么对比的话呢 例如说像之前 例如说像 长元 电力 在不断走强的时候 它的盘子比较小 当时位置比较低 有这样的一个优势在 当时的深圳能源 它就属于中军 深圳能源的 好 深圳能源 它之所以成为中军的话呢 一个是盘子比较高 同时的话呢 它的一个人气标识度 而且呢 板块概念的一个正中度比较强 好 那么它走了这样的一个中军的一个走法 那么中军的一个走法的话呢 我们来看 它对应的也不是这种不断的连板 涨停 冲高 洗盘 涨停 涨停 然后呢 洗盘 涨停 它是属于这样的一个走法 但是它每一次这样的走法 它对于板块的一个人气来讲 是一个正向的反馈和提升 而且呢 它前面有这样的大的平台 那么我们再看美景能源 这一支个股的话呢 它当前对应的前面 是有这样的大的平台在的 当前还没有突破 所以说呢 它有成为中军的潜力 但是呢 它当前还没有一个突破的 如果说 对于这一支个股的一个技术表达来讲 那么首先呢 它是建立在几个大的前提 第一个前提的话呢 像轻能 它的一个整体板块的资金 只要说不消散 那么人气就在 就是它的一个情绪 市场的情绪 人气 回度就在 这是一个大的前提 第二个的话呢 那么龙头不倒 就是雪人股份 那么第三个的话呢 那么对于这一支个股来讲 当前它的一个大的一个走法呢 其实从这个位置以来 对应的 它依然属于长周期的 这样的一个模底的一个平台 当前呢 只需要它能够强有力的突破这样的平台 它只要说强有力的突破这样的平台的话呢 那么向上的空间也就进一步打开 但是呢 这只是一种向好的推演 因为走势呢 不是靠分析出来的 而是靠跟踪出来的 走势 分析的 视角直立足于当下 做出大概率的一种推演而已 如果说呢 对应的 这是向好的方向 一旦突破这样的一个平台 然后呢 如果说今天最好能够给出一个强反暴 后面的话呢 在突破这样的平台股中呢 它震荡当中始终不破 它有可能打开空间 反之 如果说氢能源这个方向呢 出现量能的一个持续性的缩减 然后呢 像雪人股份 三板或者是被 或者说呢 没有封死 被炸了 或者说呢 三清四失败了 那么它也会影响 整个方向的这样的一个力度 同时的话呢 如果说龙头不倒 中军 中军兼挺 在这样的一个大的框架下 整个板块的这样的资金面呢 也能够保持住 那么其他的一些小地 它就会陆陆续续的活跃出来 就属于不管是手板也好 还是属于这样的一个 手板低吸也好 还是说属于这样的一个强制度反暴也好 这样的逻辑呢 慢慢的它就能够成立 所以说呢 对于一个板块 热烈的一个炒作逻辑来讲呢 其实咱们前面给他讲的一个视角 首先的话呢 整个板块本身的这样的一个走势 它是属于 还属于像上的一种走法 还是属于震荡 还是怎么样 这是走势本身 第二个核心点的话呢 就属于整个板块的资金效应 资金有没有消散 如果是保持着资金的一个扎堆 资金的一个持续方大 量能的一个保持住 那么呢 它的人气就在 活跃度就在 第三个的话呢 就看风向标 风向标的话呢 其实也就是龙头 有的时候呢 像如果说是这点足够强 有的时候呢 龙头还不止一只 它可能会交替 有列说呢 像前面 列说像 华银电力 之后呢 是长元 长元电力的话呢 像深圳能源是属于中军 然后呢 像肥大环保等等 就是它属于 有这样的一个接力的效应 那么当前对于氢能源 本身它的一个板块的 体材性来讲 它还是属于碳中和的一个延伸 同时的话 消息的一个叠加 但是呢 它本身的一个板块的一个 资金容纳量没那么高 所以这个板块的话呢 整体来讲 它跟整个碳中和方向比 它是小 它的体材的级别是更小的 但是从当前的观察来点的话呢 第一 它的资金还在 走势的话呢 还在 风向标的话呢 也还在 那么周年观察的是 资金能不能维持住 风向标能不能始终坚挺 或者能不能进击 然而呢 在这个技术上面 我们在观察谁会成为新的中军 那么美景能源呢 是一个重要的观察对象 因此而已 好 这是咱们今天给大家这样的一个分析 只作为 不可作为买卖依据 只是作为 观察视角 经验的一个分享 好 那么呢 再细化一点 像美景能源 当前的话呢 例如说 它是属于在掌停板 手板上方 出现这样的一个 昨天高开低走 今天的话呢 如果说能够 反包的做法 什么叫反包呢 今天收盘价能够 坐在昨日上引线的位置 那么呢 或者坐在摄影线的上方 它是一种强反包 如果说呢 它今天收盘价 收在昨天 开盘价的 位置上方 这也是一种反包实体 这也是一种反包的走法 但是呢 它真真真正想要走出空间 必须要突破这样的平台 那么可以参考的 像前面高点8块5的位置 没有突破之前的话呢 其实用响起来的视角去跟踪 平台上沿不能突破 它对应的是短期的卖点 如果回落下来呢 像平台下沿 已经了114点均线 它都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观察点 再借助于咱们前面给他讲到的 这样的一个开低接的一个用法 以及 好 MICD的这样的一个公正 例如说呢 它在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支撑区域附近 再结合开低接的一个 对于价格的敏感 其实是很好去把握的 例如说 这样的一个节点 它就是一个公正的一个节点 好 在这样的节点 它就是一个公正的节点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节点 它也是一个公正的节点 就说呢 咱们前面给他讲的 关于开低接买点的这样的一个战法 对于震荡式 对于这样的一个平台震荡也好 或者是鞋箱上的这样的环展通道也好 它有它独有的魅力和价值 只要说有这样的宁缺无烂的一个态度 那么呢 在这个位置呢 它就属于114点均线直升 和开低接的一个公正 在这个位置呢 它就属于平台直升线附近 结合了开低接的一个公正 用这样的视角呢 去观察 把握这样的一个震荡式 是非常有效的 那么像开低接呢 咱们前面给他讲的一个 它的一个适用范围 以及呢 怎么去把我买点 有这样的一个专题的视频 如果说呢 没有听 那么呢 可以去回顾一下 好 这是咱们今天给他讲的内容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点击关注 同时呢 欢迎记得留言和点赞 好 再见